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用政府机构 然后美国骂大陆侵犯人权 大陆立刻回境 已经不会坐在那边挨打了 这个是军机的对峙 来看看国防部他发一个新闻稿 说媒体有报道 大陆多架战机罕见深夜 深夜哦 飞越我西南海域 国防部表示本部真货 真货表示我自己看到的哦 中共空警500歼11等型机 晚上7点在台湾西南海 西南方的海域 执行夜间飞行训练 曾经接近我防空识别区 我经过我空中征询战机 适切应对 广播驱离以后 共军飞离我防空识别区 意思是说我把他们赶走了 我发现你来 然后我广播 然后就把你赶走了 好那再来看看联合报怎么写 联合报的写法就跟他不一样哦 联合报说 联合报是写之前的啦 2月9日共军殲-11空警500轰-6等型机 经过巴士海峡由西太平洋进入宫水 宫谷水道非返援驻地 然后呢2月10号 共军又来飞越海峡中线 2月12日美军派遣一架美军请击两架轰炸机来这边对峙 那当然啊 当时那个战略学者苏子云就解读 美军是回应共军对台湾的文攻武嚇 同时由于现中台湾东西部是十分罕见的兵力配置 你怎么看美国跟大陆现在 要知道这个疫情开展之前呢 发生之前刚好是中美贸易大战 告一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美国拿到一些想要的东西 大陆也争取到一些想要的东西 然后美国步步压迫大陆要开放很多东西哦 最近大陆都在做了哦 然后这个时候双方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怎么样对峙 所以台湾很可悲嘛 在中美两大强在博弈的过程里面 台湾就成为中间的夹心饼嘛 那么美国把台湾视之为它的殖民地 它的禁卵 然后大陆觉得台湾都是中国人 应该完成统一大业 民族复兴大业 当然 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台湾现在执政的偏偏又是 抱美国大腿的台独政权的当局 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今天台湾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至尊 没有尊严的一个地方嘛 好 那我回来要谈美国去批评 在中美博弈中 美国惯常就批评大陆 说你没有人权 你缺乏人权 用这些所谓的世界舆论 美国的有主导权嘛 来攻击大陆 但是我认为美国的说法非常的可耻 为什么 我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 美国的枪支暴力 是全世界最严重的 我们说全世界黑枪横行 绑架很多的是菲律宾 但是菲律宾现在杜特尔特 做做东西以后 也改善了许多 美国的枪支暴力 比菲律宾严重太多了 真正叫做 所谓的枪支暴力之都 就是美国嘛 好 美国的枪支暴力 为什么可以横行 因为它有枪支的合法持有 枪支合法持有是谁推动的 就是美国的步枪协会推动的 全美国最有钱的协会 就是步枪协会 所以步枪协会 每一次的选举 都可以给美国总统候选人 以及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大量的政治现金 帮助他们选上 给了政治现金 当然有回馈啊 所以步枪协会 可以说是美国最有权力 讲话最大声 资金最丰沛的协会嘛 好 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枪支暴力是人权吗 枪支暴力当然反人权嘛 可是枪支暴力反人权的背后 那不就是所谓的政商勾结吗 权钱交易吗 那你美国还有脸把你什么 民主政治啦 人权啦 人道啦 你的选举啦 民主选举拿出来胡吹乱盖吗 你背后肮脏不堪嘛 这一个嘛 第二个 他就批评什么大陆新疆维尔族人 那我请问你 你川普对美国里面的少数族裔 少数族裔不要谈很久以前 美国的印第安人的屠杀 我谈现在就好 你对于非洲裔的 你对于拉丁裔的 你是抱什么态度 你对于亚洲裔的 你是什么态度 川普完全是白人至上啊 他那种白人的优越感多么的强烈 他有维持种族之间的平衡吗 他有讲到人道吗 美国的评估差距很大 全世界已开发国家 只有一个 是没有全民健保的 是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的 所以很多的穷人 像现在新冠肺炎发生的时候 很多美国人为什么不去检验 因为检验很贵啊 你没有医疗保险啊 他连看医生都很贵 检验出来以后要治疗还要自费 没错 当然美国政府说啊 以后可以检验办治疗 说说也还没发生 所以这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的贫穷问题 美国的猪门酒漏臭 路有动死骨 是说莫的严重啊 这个叫人权吗 你连你自己的人权 自己的贫富差距 自己的贫穷问题 自己的种族问题 自己的枪支暴力问题 自己的妇女性侵的问题 都无法解决 你去管人家 你去把你的手 每次用他的国内法 也要去管香港 也要去管两岸 也要去管新疆 你美国就那么多事啊 你要做世界警察 用你的国内法 去管每一个地方 别人的事情 别人家务事 你的黑手都要伸进去 你不觉得这样的国家 谈起人权 非常的可耻